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这么急啊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故事啊 所以我就尿急 今天讲的故事 对啊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科楚讯的尿急 搞得我也尿急 等一下 什么科楚讯的尿急啊 是科楚讯的妙计 妙计妙计 不是尿急啦 蛤 是妙计喔 对啊 我还以为是尿急咧 所以你现在应该不想尿尿了吧 呃 呃 放心啦 既然是科楚讯的妙计 那我也想到一个妙计咯 什么妙计啊 等等你就要知道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 科楚讯的妙计 听故事咯 在中国遥远的新疆 有一座高山 这高耸的山峰啊 明言不觉 直上云霄 根本就看不到山里 所以人们就称它为天山 这天山啊 就是跟天一样高的山 每到春天 山上积雪融化以后 就缓缓流到山脚下 灌溉出一片丰美的草原 等嘞 啊 科尔克之人都在那放牧 有牛 有马 还有成群洁白如雪的羊 在草原上面 有一个叫做科楚讯的牧人 他的父亲啊 给牧主婆当了四十年的牧工 却得了一身重病 躺在床上起不来 那什么是牧主婆呢 什么是牧主婆呢 什么是牧主婆 牧主婆啊 就是有这些牛啊 羊啊 马的主人啊 科楚讯的父亲啊 就帮他放牧 好辛苦哦 所以啊 他得了很多病 乃姬哥哥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这个科楚讯啊 就帮牧主婆圣公杰咯 要帮他父亲 等一下 等一下 乃姬哥哥啊 你刚刚书故事说到一半 你跑去哪里啊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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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用我的妙计 找出时间去上厕所 等一下 你的妙计就是这个 这不叫做妙计啦 很妙吧 对 我也觉得你很妙 那有人说故事说到一半就这样跑掉了 好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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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就让科楚讯告诉你 什么叫做真正的妙计 我们继续说故事吧 嗯 这科楚讯就找牧主婆算父亲之前的工钱 要帮他父亲治病 谁知道这牧主婆啊 演珠子一番 哇 就开始跟他算起账来了 哎呦呦 吓 你父亲替我放羊 扣掉他四十年的饭钱 再加上他穿过的三双袜子一件羊皮袄 还有那年 哎呦呦 大风雪冻死的两只鸭 哎呀 这个牧主婆东扣西扣 最后只给科楚讯一条又黑又瘦的母牛 科楚讯气急了 这时候正好母牛大声一叫 哦 科楚讯就打了母牛一巴掌 哎呀 哪来的老畜生啊 没本事就不要学人家乱吼乱叫 哎呦呦 你是在骂我还是骂牛啊 我当然是在骂牛咯 你 你 我这个你根本就是在骂我嘛 科我 来了哪 把这个家伙给我打出去 哎呀 不要 不要不要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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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哦 好痛 好痛 被赶走的科楚讯没钱买药 所以他的父亲不久就上天堂了 科楚讯他心里想了 这个靠山山要倒 靠水水要哭 凡事只能靠自己 我决定了 我不要再当别人的工人 我要专心把这头牛给养好 就这样母牛在他的照顾之下 一天天强壮起来 不久还剩了一只小牛 奶水更是又多又鲜美 一年一度的市集又到了 各地的人都带着自己的收成 来到清真室的广场来叫卖 科楚讯也带着自己的母牛 来卖牛奶 他的牛奶又香又甜 一下子就卖光光了 牧主婆的手下看见这种情形 连忙去向牧主婆打小报告 哪里有肉香 狼就往哪里爬 牧主婆带着一群人 把科楚讯团团围住 一把把牛给抢了过去 哎哟哟 科楚讯啊 你应该要把牛还给我了吧 别动我的牛 这是我的牛 什么 哎哟 你的牛啊 笑死人了 这真是给人尽疏油 人还我拳头 哎哟 你当初啊 我是渴给你父亲生病的 让他喝点牛奶 才把牛借给你的啊 哎哟哟 什么时候牛变成你的啦 你胡说 这是我父亲辛苦赚来的 这话少说 来人啊 把柯楚讯抓起来 关进地窖 啊 这牧主婆啊 财大势大 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他要霸占柯楚讯家产 叫人把柯楚讯的手脚捆绑起来 丢进大布袋 狠狠打了一顿 然后抬到沙漠中 准备要把他丢到湖里面去 大沙漠热如火 走了半天啊 抬布袋的两个人 又热又渴 又饿又累 实在是走不动了 就在大树下休息 唠唠叨叨叨地抱怨起来 哎呀 这个墨主婆啊 实在是太小气了 叫门去杀人 才给两桶钱 连顿饭也不给 柯楚讯听到以后 才知道自己就要懂大梅了 不过他离急一动说 我柯楚讯啊 生来倒霉 为人做牛做马 柯楚讯我死得好冤枉啊 还有一大罐的黄金 都还没用到呢 黄金 嘿嘿嘿 布袋里面的人啊 你跟他说什么啊 哎呦 我是说啊 我还有一袋黄金啊 还没用到呢 如果有人啊 肯在我死后啊 把我埋在藏黄金的地方 我就把黄金送给他 哎 好 好 好 我们发誓啊 我们会好好的埋葬你啊 请告诉我 你那个那个金子藏在哪里 我们才可以埋葬你嘛 好吧 我相信你们 仔细听好咯 过沙丘 插路要右转 再向前走就有一座山 山腰旁有个超大的树 大树中有个大树洞 走下去走过山谷底 谷底有池塘 再穿过池塘 就可以看到一个大地洞 金子就在里头咯 哇 柯楚讯才刚说完 那两个人就丢下了柯楚讯 头也不回了就跑了 柯楚讯听到他们越走越圆 努力挣脱绳索 正要逃走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嗯 突然远处有一个人 正骑着马赶着羊 还哟哟哟哟哟地唱着歌 听那歌声 柯楚讯知道 那个人就是牧主婆的哥哥 鲁平 这家伙眼睛又瞎背又驼 贪吃又爱占便宜 柯楚讯想了一个妙计 他等鲁平慢慢靠近 然后就在布袋里面大笑说 哈哈 太好 太妙了 谢谢你 我的宝贝口袋 哈哈 你是谁啊 你不要打扰我 我正在治病 嗯 治病 布袋里面怎么可能可以治病 我跟你说 昨天有个商人 卖给我这个宝贝口袋 他说只要钻进这个袋子 睡上一觉 这个老头子可以变年轻哦 虾子可以看得见 驼背可以直腰 我就正在治疗我的驼背 你摸摸看 有没有平一点啊 怎么可能 你在开玩笑的嘛 我摸摸看 摸摸看 摸摸看 怎么样 你的背 你的背真的平了 里面的朋友 你帮帮忙吧 我又老又妥 眼睛又瞎 脚又薄 让我进去治疗一下嘛 不行 不行 我还没完全治好 这次治不好 天一黑又要等上一年耶 明年的今天才可以治好耶 天一黑又要再等一年 这可不行啊 我帮你解开 是… 见者有份… 你让我也享受一下嘛 我… 不然… 我用忙跟你交换 不然… 我…我就到官府去告你哦 说你吼了我那个宝贝口袋 你… 你…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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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我倒霉 拿去拿去 就这样他们达成协议 鲁瓶迫不及待地 钻进布袋里面 客主去拿一鸡马 把布袋绑紧 就骑着马赶着洋走咯 不久 那两个去找金子的人 因为白跑了一趟 气冲冲到回来 拿起棍子 噼里啪啦 碰碰碰 哇 朝这个布袋一阵乱打耶 直到这个布袋里面的人啊 一动也不动 他们才把这个布袋 丢到湖里面去 嗯 牧主伯啊 听说柯楚讯死了 立刻带人去占领他的家产 走着走着 就看到前面有一个人 骑着高头大马赶着羊群 冲着布袋 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走近一看 哎呦 那不是柯楚讯吗 牧主伯啊吓了一大跳 嘿呀 牧主伯 多谢你 把我丢进湖里面 哇 这湖里面啊 住了很多的人家 他们的牲口啊 比星星还要多 数也数不完耶 而且哦 他们很好客哦 客人要多少牛羊 他就送给他 可惜啊 我一个人 只能带这一点点回来 可惜啊 可惜 哼 真的很可惜耶 那我先走咯 拜拜 哎呦 哎呦 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可恶啊 我居然不知道 河里面居然有免费的牛羊 让那穷小的抢先一步了 来人啊 你们快马加鞭 回去叫所有的人 我们一起赶到湖里 走 这牧主伯啊 一家老小都来到湖边 并吹出他们往湖里面跳 自己也跟着跳下去 噔啰 这时候 慕名人都来到了湖边 看着牧主伯一直挣扎 一直挣扎 还大声地呼喊 我的羊啊 哎呦呦 我的羊啊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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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人都不禁大笑 这笑声传遍整个草原 从此柯楚迅的机智故事在草原流传开来 一代传一代 这就是今天说的 柯楚迅的妙计 乃姬哥哥啊 你看到没有 这才叫做妙计 哇 真的是大开眼界 没想到这个柯楚迅啊 可以在这么危急的时候 还想出这么机智的方法 而成功地逃离险境 对呀 哪像你刚刚啊 为了要去尿尿 就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讲故事 很不负责任 好啦好啦 对不起啦 那我以后就憋尿跟你讲故事嘛 别别别 臭臭 不可以憋尿 这样会生病的 小朋友千万不可以憋尿哦 哦 那我以后就少喝一点水 那就不会想尿尿啦 呸呸呸呸 还是错哦 要多喝水 这样啊 身体才会健康哦 那要我怎么办嘛 好嘛好嘛 那我就尿裤子跟你讲故事 诶 这样课也不是好办法啦 不然这样好了 我们来问问一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 万一你尿急了 又刚好在上课 或者是有事情要处理 哎呦 你该怎么办 欢迎大家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 我好期待啊 好期待大家在尿急的时候 用什么尿器来处理 那我们就看底下的留言吧 那么指缝车为本故事剧场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嘿嘿嘿嘿嘿嘿 有什么尿急啊你想想 你该不会真的要尿尿吧 嗯 不好意思 我又尿了 啊哈 又尿了哦 赶快去帮我拿卫生纸 哎呦 尿好脏啊 好 好期你做美墨是 站着尿还是坐着尿 嘿嘿嘿嘿嘿 有什么难明 的 佩 update 毕周 还有一筹 吗 录认 无庚愈的 比较 是